如何在工作中活得自在 减少情绪劳动负担 不管是面对不合理的主管 讨厌的同事 或是八卦的团体 都有一些事情是不用想太多 也是可以的 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来深入阅读说书会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讨论 上班族的内心 究竟有哪些压力来源 有什么好方法可以释放压力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有过类似的经验 老板交办不合理的工作 明明就不是我执掌分内的事 但是担心影响烤鸡 也只能咬牙完成 下班后同事约聚餐 色恐的我真的不知道 饭桌上要跟他们聊什么 但是很怕被说不合群 还是去参加了 同事们天天向上 下班后还去上英文课 而我只想赶快回家躺在床上刷具 是不是太不知进取了 职场中的压力来源非常多元 人际互动 环境适应 工作方式都有牵动我们思绪跟情绪的地方 忽略的想法越多 心就越累 想要避免身心透支 需要的不是更努力 而是清理掉这些无意义的思绪和行动 划出界限 放掉不用想的事 把能量专注在自己真正在意的重点上 台湾在去年2022年 新增了一条劳工健康保护规则 当公司人数达到50个人 或者是工作环境特别危害健康 像是高温高热噪音之类的环境 就必须要有特约的医护人员 定期到工作场所中进行健康服务 来协助员工用更安全 更适当的方式工作 避免职场中或工作中的健康危害 类似的法规在日本已经行之有年 这次要跟大家一起读 上班时别演太多内心戏 这本书的作者 锦上智介 就是日本职业医学科的医师 他同时也是精神科的医师 人在职场职业的他 每个月都要访识大约40家公司 他累积长期的辅导经验 提出了一套实用的职场身心净空术 效效加出神经的乐火哲学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读这本书 透过专业医师的视角跟建议 来重新调整生活节奏 乐在工作吧 在职场的人际关系处理上 有哪些事是不用想太多 也是可以的呢 作者锦上智介认为 上班族们觉得工作好累哦 是因为想法太多 太耗能量了 总是顾虑东顾虑西 我们一起来看看 要怎样活得自在 情绪劳动负担小 说到职场的人际互动 我想大家应该会特别关心 面对主管不合理的态度 跟要求的时候 什么事可以不用想 可以试着用什么方式来处理呢 毕竟自古以来的官场文化 想要混得风生水起 传谋商议肯定是不可避免的啊 可是作者却说不用想也可以 到底是哪些事不用想 我们先请Arina来跟我们分享 不知道大家有无欲过爱碎念 爱属弱人的主管或同事 他们会说出 这已经是你第四次出错咯 身边有这种讨论宴的主管同事 真的是很辛苦 作者提到这时候 我们不用急着想 是我自己不好吧 都是自己的错 作者觉得那些爱属弱的人 简单来说就是缺乏同理心的人 他们说话带着攻击性 也经常得理不劳人 甚至还会去计算别人犯了几次错 真的很让人伤脑筋 一般人遇到这种状况 刚开始会觉得是对方有毛病 但长期被这样言语攻击 或是贬低指责 到后来会开始怀疑起自己 真的是我有问题吗 开始否定自己的能力 作者教我们 这时候就要远离对方的攻击范围 拉开物理上和心理上的距离 保持物理上的距离 就是尽量不去靠近对方 只要离得远 对方就攻击不到自己身上 保持心理距离 就是对方说什么都冷漠对应 不加以理会 简单来说就是冷处理 取例来说 爱属弱人的主管说 你到底要犯几次错才甘心啊 算我求你了 这时候我们只要说不好意思 语气平淡的回应 迅速离去就好 再来 不知道大家有无经验 每次想到要面对讨厌的人或事情 不知道何时才会结束 就会投皮发麻 作者提到这时候 我们不用想到底什么时候才会结束 作者建议的处理方式是 直接信定思考 为自己设定一个可以忍耐的极限 这样就可以消除 不知道何时才会结束的恐惧 一般人只想着自己现在该怎么办 很少会去思考 往后我还能撑多久 作者提到 判断往后还能撑多久 是很重要的事 就像跑马拉松一样 只要确定的终点 就会有前进和坚持撑下去的动力 那有人会说 如果遇到无法设定期限的事情呢 客服工作或是服务业 就很常遇到奥客 我们很难去设定期限 这时候作者就建议 积极向外求援吧 最好在第一时间 就告知公司先确保自己的退路 另外无论公司会不会揭露处理 还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可以做的 就是和所有的人一起抱怨 讨厌的奥客 这抒压的效果非常好优 千万不要独自承受负面的情绪 在职场上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碰过不合理的工作要求 作者提到这时候 我们不用想进决了 就会被认为没有能力 如果我们先答应了之后 才说自己办不到 处境就会变得很艰难 作者推荐的方式 就是假装说yes 其实是no 举例来说 主观问说 后天把要给A公司的期望案 准备好哦 我回答后天吗 但我目前正在做B公司的期望案 实在忙不过来 主管说不行吗 这时候我就回答 不是的 等我完成了B公司的期望案 就会马上写 大概需要一周的时间 这时候主管会说 这样吗 好 那就拜托你了 在这一段话 交涉最重要的关键 就是让主管下最后的判断 由于主导权还握在主管的手上 保住了他作为主管的尊严 就不会破坏他对你的印象 而且你也确实拒绝了要求 有时候觉得 这种事再想下去 再烦恼下去也没有用 但是大脑就是忍不住一直想 在职场中 作者认为 有些事与同事共事的情况 其实我们是可以不用想的 有句话说 不怕遇到神一样的对手 最怕遇到猪一样的队友 跟合不来的队友一起共事 那真的是会让人糟心到不行 但是不想事情也不会解决啊 怎么做比较好呢 我们赶紧请Monica来跟我们分享 好的 首先要自我重视 不要让自己被他人贬逼 面对职场上不公平的情况 想想自己 为什么会因为这些不公平 就要去嫉妒别人呢 用此机会来了解一下 自己的内心世界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最简单的方式是 专注于自己的努力 不要理会其他人的看法 其次是 当遭遇同事 对我们进行言语攻击的时候 请记得 立刻直接离开现场 不用做任何解释 一定要保持冷静 千万不要陷入口水战 如果怕被别人讨厌 而去讨好别人 反而容易让对方更加讨厌我们 远离讨厌的同事是最好的策略 让彼此的交集降到零 就可以保持一种清爽的工作环境 如果是遇到职场霸凌 千万不要离职 永远要摆住一份 随便你 我毫不在乎你的意见的这种心态 被霸凌的时候要冷处理 可以重复对方的话 而且录音存证 辅助于公司的职场医生 是一个好方法 作者也告诉我们 遇到爱说谎的同事时候 我们要保留文字记录 或者是在他说谎的时候 直接对他追问到底 明确地告知对方最后期限 而且呢 期限一到 我们就不会再等他 因为不守时 也是一种爱说谎的表现 再来 要区隔他人的事情 跟自己的事情 不要假设别人的倒霉事 也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这样的心理屏障很重要 遇到同事做出白目的行为时 直接对他表达情绪 例如 你刚刚那个样子 实在是让我很受伤 或者是很困扰 不用对他客气 最后 如果遇到同事说话 喜欢带刺 带刀带剑的那一种 最好是直接忽视他们 永远地离开这种人 是最好的方式 以上就是作者给我们的建议 公司中 多少都会有一群同事 工作能力还不错 但是就是很爱八卦 管闲事 搞小团体 虽然不至于造成工作上的困扰 但有时候就是会觉得 很浪费时间 也很怕自己一不注意 就变成了被八卦的话题 中心 面对这些烦人的事情 秦海润跟我们分享 我们要怎么去处理 要怎么去做转念呢 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 看到别人笑 自己也会跟着笑 听到悲伤的消息 心里也会跟着难过 这种现象叫做情绪感染 就是一个人的情绪状态 可以像阴差一样 传定给其他的人 受太多同事们的负面情绪 也会消耗自己的能量 为了防范未然 作者建议大家要有意识的建立好自己的屏障 也就是拉出界限 为了不让同事们将各种情绪抛到自己的身上 需要拉出一条 我是我的界限 听到老式状况外的白目咖 我们难免都会烦躁 火会不自觉的冒上来 这是很自然的情绪 作者说我们不用想着白脸色不太好 他建议的处理方式就是用我 当成主语来跟白目咖互动 举例来说 白目咖反映了一件事情 我说你这样的情况真的很糟糕 拜托你也看一下状况吧 这时候的主语就是你 我们应该要说 你刚刚那样说 让我觉得非常受伤 这时候的主语就是我 作者建议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跟白目咖互动 另外对于爱管闲事的同事 他们虽然往往没有恶意 甚至是出于关心才这样子做 但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想法才是对的 根本没想过自己的行为其实很讨人厌 作者说我们这时候不用想不好意思拒绝 应付爱管闲事的人 我们只要掌握住三个重点 首先感谢对方的关心 在传达自己的想法 最后露出为难的神情 表现出希望对方不要在越界的态度 透过这三个步骤来拒绝 就不会太失礼 不管在职场上或设谈中 爱讲八卦的人随处可见 遇到这种人 作者告诉我们 不用想不附和就会被说坏话 遇到这种人处理的方式 就是给出完全相反的反应 让对方的期待入空 当同事兴冲冲的来说八卦时 我们要表现出没有兴趣 并回去 是哦 让对方可以自讨没趣 被纠缠的几率就会大幅降低 在职场上同事们会互相诉苦 说烦恼 或是商讨事情的时候 作者告诉我们 这时候我们不用想着 必须要好好安慰或鼓励对方 作者说我们只要认真静静的倾听 对方内心抒发了 就会感觉好多了 不必逼迫自己一定要给好的建议 如果在公司内 遇到那种很冷淡的同事 总是会产生一种被排挤在外的感觉 那种感觉真的也很不好受 那请Monica快点跟我们说说 遇到这种事我们该怎么办呢 首先不要刻意打入职场小圈圈 一旦我们刻意想进入的时候 这样的想法只会让我们陷入 讨好别人的内耗情绪中 跟那些淡淡气氛的同事相处的时候 最好的方式是直接叫出对方的名字 然后打个招呼 例如艾瑞克早安 接着就不用多说其他的话 这样就够了 如此一来我们既可以保持跟他的互动 又可以保持自己的范畴 如果对方没有回应你的招呼 不用担心 这是正常现象 只要自己保持彬彬有礼就好了 至于对方的礼貌是好是坏 那就由他自己来决定 当版的如果同事们经常聚会而且很热情 但是你又不想要每一次都参加 可以订定一些参加的规则 例如每三次的邀约才答应一次 或者是只参加隔天有放假的聚会 拒绝对方的时候别忘了说明原因 并且感谢对方的邀请 下一张节我们会和大家分享 在职场环境适应上 放下哪些想法 才能解放你的压力锅 我们就下一张节见咯 拜拜